這個ACCDB 所以將來會產生一個資料庫 它的檔名就是問題05 副檔名就是ACCDB 然後會放在一樣的目錄 所以你如果 找到你自己現在範例檔放的位置 這個時候的話 先找到123建立 這個時候它會先幫你怎麼樣 產生一個完全空白的資料庫 那空白資料庫裡面 會有預設的一個資料表 叫資料表1 不過 假設我今天 我希望能夠把Excel裡面的這個資料 快速的怎麼樣 變到SS裡面 當然如果說用舊的方式的話 你恐怕要什麼 建立資料表 建立資料表之後的話 再分別一個欄位一個欄位來增加 那因為我們這邊有12個欄位 你變成要加12個欄位 然後再去建12個欄位裡面 該放什麼資料 是日期呢 還是數字或百分比 還是文字等等的 那這樣我想會花比較多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用 SS裡面一個比較簡單的功能 它裡面的話 有一個就是賄賂 賄賂以Sale的這個功能 就是外部資料 當然你可以用什麼 就是剛剛我講的 建立資料表 一步一步慢慢做 第二個方法的話 也許你可以怎麼樣 用賄賂的方法 它裡面的話 會自動幫你產生 所以你可以用外部資料裡面的eSale 假如說我的資料在eSale裡面 那第一個它會問你說 那你的檔案放哪裡嗎 那一樣我是放在 因為我放在低疊底下 低疊底下的我這個目錄裡面 那我也有放我的範例 這個 這個檔 我跟它開啟 第一個先告訴它 那因為我要直接把eSale 匯到SS 其實用這個功能是最快的 為什麼 因為你不需要去什麼建一堆 資料表 欄位 設定一堆的 不用 直接怎麼樣 用這個然後 按確定之後 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會跳出這些相關 它會一定會撈到 你的 這裡面是不是這些東西 OK 沒錯 這個地方記得要打勾 第一列是不是你的欄名 如果是的話 通常是 第一列是你的欄名 OK 下一步 然後它會問你說 那你這裡面要放什麼 什麼資料型態 理論上 它這會幫你挑 不過除非說真的挑錯了 像這個應該是什麼 日期 它是挑日期 沒錯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 其實基本上就按下一步就可以了 下一步 那要不要處所影呢 我們選先選否好了 先不要好了 不要主所影 保留原來的 不然它會幫我建立一個 加入一個主所影會多一個編號 理論上應該 這個資料表裡面應該有個編號才對應 這個編號的話呢 會是什麼 不會重複的 因為所謂的所影值 就跟你的身份字號一樣 一定不會跟別人 編號 好 那有的時候 有的人會取巧 用建檔日期 當成是 它的那個所影值 可是 建檔日期 有沒有可能重複呢 有可能重複 好 除非說你那個建檔日期 與時間 就比較不可能重複了 因為同一秒裡面 不可能產生兩筆紀錄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 建檔日期 與時間 當成是你的所影值 不過還是有點風險 會不會同一個時間 同一秒鐘 被新增了兩筆紀錄 如果有那麼一點點的可能性 你就不要這樣做 你就可能盡可能產生一個編號 OK 那當然這個地方 我們先不要好了 別忘了